6月4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 香港特区立法会当天早上9时继续审议国歌条例草案 约11时45分完成全体委员会审议并进入三读程序 至约16时50分进行表决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宣布国歌条例草案获得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草案表决前表示 国歌条例草案强调的精神是尊重作为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国歌 只有尊重国家谈两制才有意义 相信不忘一国两制初心香港才能够克服任何挑战 我动议国歌条例草案予三读并通过 我现在向立法会作出报告 国歌条例草案无经修正已获全体委员会通过 我动议本会采纳此报告的议案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11月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 凡列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8年初提出并推动国歌法立法 经长时间酝酿和咨询香港特区政府于2019年1月向特区立法会提交国歌条例草案 启动国歌法本地立法程序 经过17次会议超过50个小时的深入讨论后 香港特区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委员会2019年5月完成审议草案 国歌条例草案原定于2019年中恢复二读 但因修例风波和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而延迟 至2020年5月27日恢复二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